这是万语酸 买个雷克萨斯LS是不是大远走 在大部分人认知里边雷克萨斯开得跟软脚虾一样 但是宝贝很记住 这台车的底盘质感还算可以 缺点是什么 我觉得是混动 虽然它是6缸 但是ECVT的变化箱 给我的体验感 没有bba里边78s来的那么纯粹 但是这台车的整体一个行驶质感 可圈可点 如果说W22的奔车S级 它开得像船一样飘着走 这台雷克萨斯LS 它就像吸在地上 也能给你一种稳如老狗般的感觉 这个莎斯LS这台车算是一个冷门的第一车 所以非常容易买贵 在董车第二种车上 你随便把了七八万公里 一把款19年上牌的这种低配卓越 他多敢报4546 实际这台车的收车行情早就掉到了40以下 你就像我收的这台车不到42万公里 如果给我40万预算 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招地吧 不选S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它是劳款 不选77的原因也是因为它是劳款 毕竟买二车花小钱办大事 谁会花40多万不选新款选个劳款呢 虽然雷克莎斯R5S 它也是现款车型 但它不适合像我这种300多个月的大宝宝 更适合400到500个月的大宝宝 我才30多岁凶的嘛 还算是一个青年美男子 觉得我帅评论去口不帅